我们在二年级的时候 已经学过如何阅读象形图 我们看一下这个象形图 这个是标题 代表这个象形图展示中 雪櫃内各种水果的数量 在这个象形图 每个图代表一个水果 下面这里代表统计项目 这个象形图共有四项 代表雪櫃内共有四种水果 分别是苹果、橙、梨子和芒果 雪櫃内最多的是苹果 共有一、二、三、四个 雪櫃内最少的是芒果 只有一个 接着我们看一下如何用方块图 表示这些统计资料 首先 我们可以用方块图代替象形图 将所有水果图 用方块图代替 每个方块的大小要相同 同样地 每个方块都代表一个水果 更改右上方的文字 将图 改为方块 我们看到雪櫃内最多仍然是苹果 苹果 共有一、二、三、四个 雪櫃内最少的是芒果 只有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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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